这种物质能杀死癌细胞 人体必须元素吸 日常该如何补充 医生一次性讲清楚 50岁的张女士是一名即将退休的美术老师 最近几年她体检时都检查出了甲状腺结结 因为周围有许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疾病 张女士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最近身边有同事患有甲状腺结结后发生了癌变 接受了甲状腺切除手术 这给张女士内心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虽然甲状腺癌的愈后相较于其他癌症要好很多 她也不想因此做手术 在网上查询病情时 她听说补充锡元素可以杀死癌细胞 能直接从根本上防止癌症发生 张女士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在短时间内就购买了大量的补锡产品 可一段时间的保健品进补加试补以后 张女士出现了脱发 乏力 行走不稳的症状 她的家人不敢耽误 将张女士带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张女士体内的血吸指标达到390微克声 超出了正常的血吸范围 在停止保健品进补的恢复过程中 张女士一边后悔过于听信了网上的传言 一边焦虑假状腺癌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么 锡到底是一种什么物质 它能杀死癌细胞的说法 从何而来 生活中到底能不能补充锡 让我们就张女士的故事开始 展开讨论锡这种元素 一 锡元素有什么作用 它能杀死癌细胞吗 锡是一种无机非金属元素 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毒性物质 随着对这种元素生理层面研究的深入 锡的生物化学作用被世人认可 WHO也正式宣布 锡元素是人体生命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必须微量元素 锡元素在人体内 以锡蛋白的形式发挥效应 环境中缺乏锡元素 可能会引发地方性心疾病 克山病的出现 人体内锡元素缺乏时 也会使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受损 降低机体的免疫力 同时体内的锡元素含量 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也有一定相关性 经流行病调查显示 腹吸地区的人群 关心病和脑粗中的发病率 低于非腹吸地区 进一步的统计可以发现 当人体吸浓度低于45微克每升时 心血管的发病率会增加2-3倍 机体内缺乏锡元素 有诱发糖尿病发生的风险 糖尿病作为一种常见的 且终生不可治愈的慢性疾病 发病率高 锡元素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与锡蛋白的强抗氧化作用有关 锡蛋白分解机体过氧化物 可以帮助保护细胞膜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锡蛋白也有调节胰岛素 介导的生理过程等类胰岛素作用 研究发现的人体内 围绕锡元素形成的锡蛋白有25种 除了能够清除机体自由基和过氧化物 具有抗氧化作用 锡蛋白作为一种拖点酶 还参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 当锡元素水平降低时 可能会导致多种问题 例如免疫系统受损 甲状腺功能异常 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 机体内锡元素水平过低 会引发疾病产生 当锡元素过高时 同样会发生病理变化 甚至发生锡中毒 成年人每天可以摄入55微克的锡 从食物中获取锡元素 一般不会使人体产生急性的锡中毒反应 但当长期使用超量保健品 或短时间内摄入过量锡元素时 就会引发一系列副作用 长期大剂量使用锡 还会引发秃头 断甲 知觉障碍等症状 因此 锡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是必须的 适量的补充锡元素对身体健康没有坏处 但如果不论剂量的补充 就会引发副作用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张女士在一段时间的大量补锡之后 产生头晕目眩 疲劳 脱发的症状 那么锡元素与杀死癌细胞治疗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并没有哪项研究明确说明 锡元素能够直接杀死癌细胞 但关于补充锡元素能抑制癌症产生的说法 由来已久 新疆医科大学的白超博士的研究团队 发表了一篇名为微量元素点系统 新与甲状腺乳头壮癌的相关性研究的论文中指出 经过一年的临床数据收集 发现有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体内的锡含量低于正常人群 而甲状腺癌的患者 在甲状腺疾病患者人群中锡含量更低的结果 这可以表明甲状腺癌可能与甲状腺组织缺少微量元素锡有关 尽管如此 锡元素在机体内影响癌细胞生成 或抑制癌细胞增多等方面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路径 锡元素到底是如何作用于癌细胞 影响癌症发生和进展的也众说纷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凤侠所在团队发表了一篇名为 有机锡化合物抗肿瘤机制的研究进展的文章 综述近年来的锡抗肿瘤研究的进展 认为锡元素从影响内源性线粒体通路 细胞周期 肿瘤血管形成和清除自由基等方面发挥抑制癌细胞的作用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 锡的抗肿瘤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其抗肿瘤的分子机制并没有完全被研究透彻 有关锡元素抗肿瘤的药物也处于研发阶段 Mahabir S.Furman M.R.的研究 发现血清锡含量高的研究对象患前列细癌的风险 仅为低含量研究对象的41% 美国营养预防癌症中心进行的研究则发现 通过补充锡元素的方式在随后的6年多后进行随访 发现各种癌症的死亡率均有降低 但对于在补充锡元素之前 锡含量高于122微克每腰的研究对象 反而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 这表明了锡的摄入对癌症的预防作用之间 也与本身锡水平有关系 如果不管体内是否缺少锡元素就贸然补充 对预防癌症的作用效果可能会不尽人意 对于锡含量高的人群 需要控制饮食中锡的摄入 对于锡水平低的人群来说 适量的锡元素的补充对人体有益 既如此 在生活中我们应如何补充锡元素来改善机体营养状况呢 二 日常生活补充锡元素要怎么补 一项研究显示 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土壤都是低锡土壤或缺锡土壤 因此对大部分地区的人来说 补锡是必要的 并且从食物中补充的锡元素 要比药物补充无稽的锡元素更为有效 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公布 承认每天最多可以摄入锡元素的安全上限为400微克 日常生活中的均衡饮食一般可以保证锡元素的供应 人们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补充锡元素 例如每50克的鸡蛋中还有约15mg锡元素 日常使用鸡蛋不仅能够获得优质蛋白质 也能补充多种维生素 坚果类食物中锡元素含量丰富 尤其是巴西果 每100克中约含有1900mg锡 而像妖果 南瓜子 松子等食物中 每100克中约含有20每40mg锡 同样锡元素含量高的食物 含有西兰花 大蒜 海鲜和穀物等食物 在生活中食物的烹饪方式也会影响营养素的吸收 选择简单的烹饪方式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 对于已经检查出锡元素水平低的人群来说 以上食物是补充锡元素的优选 但对于高锡含量的食物 例如巴西果等 日常食用时需要控制短时间内摄入的总量 以防出现不良反应 体内锡含量极度偏低的患者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补锡的产品 补锡的产品主要包括口嚼片和酵母片等 以食物补锡为主 药物补锡为辅 但仍然需要注意 时刻遵循医嘱 按照需求吃药 在法国进行的九年前瞻性研究 以及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补锡实验研究中 英国和法国的补锡实验的研究对象 并没有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而在美国进行的实验中 每天补充200Mg调查者 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却大大增加 经分析 这可能与美国土地复锡 地区居民本身血清水平普遍较高 而英法两国土地为非复锡土壤有关 在分子层面上用锡增多减少了过氧化物含量 影响胰岛素信号传递途径也可以加以解释 因此在补充锡元素时 最好先查明血清锡水平 参考营养师的建议 控制量和频率补充 以防补充过量导致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在锡水平降低 是及时补充锡对提升身体健康水平有益 虽然单纯的补充锡元素 对肿瘤发生的影响并没有传言的那么神奇 只是可能抑制癌症 并不足以杀死癌细胞 但对于大多数土地 为非复锡土壤的中国来说 适量的在饮食中补充锡元素 对整体的健康也有益处 综合以上的讨论 锡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 它参与机体的多项生理过程 调节包括免疫功能 心血管功能 激素生成等方面的稳定 但在癌症的预防和转规方面 锡元素的作用途径还未有确切的途径 生活中适当的补腹锡食物 对身体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使用含锡补品时 需要注意参考自身的锡水平 遵从医嘱补充 单纯的希望补锡 就可以预防和控制癌症的想法 是不切实际的 癌症的发生因素十分广泛 在注意补充营养的同时 也应该多方面留意 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 增大筛查频率 才可以最大地维护身体健康